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這期的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的3月11號 星期六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近日中共兩回拋出了機構改革 人大修憲 增加緊急 快速立法 再結合習近平的一些公開言論 都被外界認為涉及戰爭圖謀 中共政協主席王滬寧重申了所謂的新時代 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針 多位學者認為 中共在打造戰時體制 啟動戰時經濟 想要併吞臺灣 大陸各地方國防動員辦公室紛紛掛牌 歸屬發改委管理 對此前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夏葉良 11日對大紀元表示 習近平現在想回到毛時代 重啟計畫經濟 所以發改委越來越像以前的計畫委員會 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幾乎都集中在這個部門 國防動員放到發改委是為準備打仗的安排 習近平要把整個中國經濟綁架到戰爭機器上面 形成一個戰時經濟體制 中共現在把中國搞得越來越像一個大號朝鮮 但它也不敢輕舉妄動去打臺灣 因為它知道 美國一定會介入 中共的統治也就不會穩定 中共國務院機構改革還涉及到 將銀保監會 改組成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 《經濟日報》在10日看文表示 這顯示地方領導人以後可能再也管不了金融了 或只能管地方上的城投行 村鎮行和典當行 經濟學者李恆青表示 習近平現在就是要集中權力 把所有的資源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緊握有限的資源 現在公務員都在減薪 有些地方的公務員連工資都開不出來 有些地方公共服務都取消了 比如公交車的運行 很多的城市供暖不足 在這樣巨大的壓力下 各地政府都把錢捂著 當局推行的醫保改革 使得退休者的醫保金直接縮水 李恆青說 就是從醫保的個人賬戶當中 劃出來一部分錢 中央幫你管 下一步還要把各地的財政資產 都要集中統一領導 中央急了就拆東牆補西牆 這種是叫做戰時管理方式 這屆政府叫戰時政府 習近平在會上強調 糧食飯碗必須端牢 製造業必須鑄牢 經濟學者鄭旭光表示 這都是為備戰 備荒準備的 習近平怕未來西方世界進一步對中共進行制裁 要做好準備跟西方鍛鍊 現在是已經在緊急動員的狀態 《悉尼陳曲報》等多家澳洲媒體連日來報導 一旦中共決定武力入侵臺灣 可能引爆美國和澳洲聯盟 共同對抗中共之間的戰爭 最快可能三年之內就會發生 宋國成表示 全世界應該看出習近平的終極野心 他要對西方世界進行全面的對抗 你看權票通過當選 他對權力的控制像無底洞一樣 現在美國也會通過各種的立法 加緊圍堵中共 如果凍結中共高官在美國的資產 這叫打蛇打七寸 可以有效地遏制中共 而當權力不受限制的膨脹 獨裁者會產生誤判 中共在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前國務卿蓬佩奧對美國之音表示 習近平的全球霸權目標已經顯露無遺 他不但是全世界所面臨最大的生存威脅 也威脅到我們子孫後代在美國生活的方式 他現在宣布成為終身主席 有很大的空間去做他打算做的事情 包括將臺灣納入中國的政治版圖 當習近平看到澳洲 日本 韓國 所有這些國家攜手合作 菲律賓也在訓練準備 與臺灣政府一起備戰 這將提高習近平在對臺動武之前三思而行的可能性 這正是典型的川普政府用來嚇阻對手的模式 時評人士張天亮在他的節目中表示 所以你就看習近平百分之百的當選 你就會知道習近平百分之百他會把中共帶到溝裡去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於向習近平提出不同的意見 美國這邊對中共的感覺更差 互相之間的激勵就進入一個死亡螺旋了 但是如果你跟美國的關係搞壞了 想從別的國家找不回來 那是不可能的 歐盟也不會再跟你太親密 就會更加的脫鉤斷裂 如果閉關鎖國的話 那可能真的就回到時期時代 如果習近平能夠主動下臺的話 至少啟動一個跟歐美改善關係的這麼一個契機 但是他不肯做 等於爆死了這個定時炸彈 直到把自己和中共歸於盡為止 微軟這個月初宣布 將在最新發布的Windows應用程序 Fone Link上新增iPhone的連接功能 讓使用者能夠通過電腦撥打電話 發送短信 聯發科在全球移動通訊大會上 展示了全球首款的3GPP 5G非地面網絡衛星通訊技術 為智能手機提供雙向衛星通訊功能 目前 微軟這項iPhone電話連接應用程序 對iMessage的支持有限 無法像Mac筆記本電腦 與iPhone那樣無縫連接 不支持群聊 或者是發送帶有照片或者視頻的彩信 蘋果手機安裝了許多同步和消息傳遞技術 特別是通過用於短信的iMessage服務 和用於照片 文檔 聯繫人和iCloud服務 它還使用這些技術將其iPhone iPad和Mac電腦緊密連接起來 而近幾年中 微軟推出了使Windows個人電腦 更像蘋果電腦的功能 改進了方便蘋果用戶使用的照片應用程序 實現了更多的iCloud同步 和有谷歌的安卓軟體驅動的設備的手機鏈接軟體版本 微軟表示 Windows 11將為安卓用戶引入新功能 包括從計算機激活三星手機的個人熱點的功能 三星用戶可以從計算機上查看他們最近在手機上訪問的網站 另外 聯發科與英國的Bullet集團合作 推出了商用智能手機摩托羅拉DeFi2和CAT S75 售價僅為150美元 這兩款手機都採用聯發科的MT6825 3GPP NTN芯片組 支援Bullet 衛星鏈接 通訊服務 蘋果公司是第一個通過iPhone14系列 首次推出衛星通訊鏈接的智能手機公司 它的緊急SOS功能 允許用戶在移動網絡範圍之外 發送緊急服務短信 將在2023年下半年上限 而聯發科的MT6825是一款比指甲還小的獨立芯片 通過它將手機或其他的智能設備 連接到衛星網絡 其成本不到10美元 它能連接到地球同步軌道上更遠的衛星 用戶不必將手機指向天空即可連接 此外 聯發科即將推出的NR NTN芯片組 將為終端裝置提供更高的聯網速率 適用於導航和即時通訊 通話以及視訊等應用 美國矽谷銀行在8日的時候 還是一家資本水準良好 尋求部分增資的金融機構 但在短短的48小時內 投資人恐慌 竟造成了這家銀行遭到當局的接管 結束了長達40年的營運 成為了美國史上規模第二大的銀行倒閉案 在近日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採取了40年來最劇烈的升息行動 CNBC報導 8日矽谷銀行宣布 需要增資22.5億美元以強化資產負債表 令投資人吃驚 由於利率猛然攀升 首次公開募股和私下的募資環境冷清 導致新創企業客戶需要動用存款來維持運作 造成矽谷銀行資本短缺 矽谷銀行最後被迫賠本出售了手中所有被供出售債券 當晚矽谷銀行表示 這造成了18億美元的虧損 接著9日又爆發了新一波的存款提領潮 知情人士透露 創投公司只是他們投資組合內的公司將存款移出 因為擔心如果矽谷銀行出現了擠兌 會使新創企業無法動用存款而面臨存亡威脅 9日營業結束時 矽谷銀行的客戶一共提領了高達420億美元的存款 使其現金資產淪為負的9億5800萬美元 加州監管機構關閉了矽谷銀行 並任命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為接管人 為了保護受保險的儲戶 FDIC立即將該行的所有受保存款 轉移到了盛客拉拉儲蓄保險國家銀行 所有受保的儲戶將在13日上午之前完全獲得受保存款 對沖基金貪心廣場的創始人阿克曼發推文說 救助的目的應該是保護硅谷銀行的存款人而不是股東或管理層 對於硅谷銀行是否破產 無限資金的聯合創始人埃利奧特 則在推特上發文指出 美國的銀行體系是建立在股票和債券持有人 接受銀行經濟風險的預期之上的 而儲戶 特別是小市民 則不接受 目前北京 上海 長春等醫院都出現了看病大排長龍的現象 陸媒報導說 大部分患者是假瘤 甚至假瘤也出現了白費的情況 北京市民王軍對希望之聲表示 他的大孩子上小學 小的上幼兒園 學校幼兒園都有孩子感染假瘤 他表示 陸媒報導說 杭州市兒童醫院發熱門診 5日接診將近2,000名患者 是往年流感高峰期的4-5倍 同一天 浙江省人民醫院兒科也迎來了就診小高峰 來的患兒當中 三分之二以上是確診假瘤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的發熱門診 6日接診約4,000名患者 其中一半多都是假瘤患者 這所兒童醫院的感染科接診了因感染假瘤導致白費的9歲男孩 孩子住進了重症監護室 遼寧四五縣城市市民李健表示 據《前江晚報》報導 假瘤重症患者已腦炎居多 浙江省人民醫院成人假瘤患者 佔到發熱門診量的三分之一 10日的視頻顯示 長春市二道區宋宇綜合門診人滿為患 很多人感染假瘤 早上7點來掛號 排到65號 8點半離開醫院時 號已經掛滿 有人表示 假瘤比新冠的後遺症還嚴重 孩子走路一瘸一拐的 到醫院檢查 心肌煤只有700多 醫生說 心肌損傷太多了 需要住院 雲南的某醫院醫護人員開會時 出現有人當場倒地 加拿大公立學院的中醫教授喬納森劉表示 假瘤 新冠都是病毒 都會造成呼吸道感染 肺炎等等 如果出現感染症狀 需要多休息 多喝水 因為這個病毒 它會產生很多內毒素 就是一些代謝產物 喝水可以讓身體把病毒盡快地排除出去 水是非常重要的介質 精神上不要太緊張 當然也要做好必要的防護 比如說要戴口罩 特別是家庭成員或者朋友感染 或在人權密集的情況下 盡量要戴口罩 勤洗手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如果您想收到希望之聲最新節目的通知 可以點擊描述欄裡面的相關鏈接 然後輸入您的郵箱地址 這樣我們就可以為您發送最新的節目提醒 以及希望之城會員節目的優惠政策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下次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